哈喽同学 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向线的判别啊 刚刚已经有一题了 那这个题目因为有一个分数 也还蛮常见的 所以老师又把它放进来 我假设啊 0小于A小于1 那请问你这个点 它在坐标平面上的第几向线内 好 这个题目其实我只是想要讲一个观念而已 那个观念就这样 如果有一个人 它叫做0.3好了 我把这个人它叫做X 不好意思哦 重来一次 我假设有一个人X叫做0.2好了 OK 那你知道X如果是0.2 那X分之1呢 它会等于多少 它是不是叫做0.2分之1 上下同乘5倍 是不是叫做1分之5 所以它会叫做5 所以你会发现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数 它其实是借在0到1之间的话 0到1之间的话 那它的导数其实会变大 OK 这时候导数会变大 所以我想要讲的观念在这边 假设0小于A小于1 它是不是借在0到1之间 那我现在就知道说 那A跟A分之1来比较的话 其实是我的A分之1会比较大哦 OK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写这一个题目了 A-A分之1 A-A分之1 是不是变成了小减大了 小减大 负数 那A分之1 那A分之1减A好 大减小 振数 所以负振 负振是在第几项线 左上 第二项线 OK 这个题型很简单 但是要会